古迹战车迷彩妆军人 这是金门人熟悉的日常 如今月上国际荧幕 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入围名单 金门荣获最佳纪录短片提名 而导演是他 和摄影伙伴认真拍摄 或是站在影展前开心拍照 台译美籍导演江松长 台湾出身 美国长大 2017年曾受邀担任奥斯卡评审委员会 江松长小时候陪着长辈看穷瑶电影 心里种下热爱电影的种子 后来到美国念了电机戏 进入苹果当工程师 专访曾说 他也想当一个好儿子 乖乖在电机领域坐下去 但却对电影和摄影很感兴趣 平时下班之后到学校上课 也会到影展做义工 在学校实习的导演 有天突然对他说 你应该申请电影学院 我帮你写推荐信 把握新机会考进南加大电影学院 不会辛苦热血追逐梦想 金门的英文片名叫做 Island in Between 有引誉台湾之意 除了拍下金门人日常 也用外地人的视角看当地生活 同时谈起他的父亲 曾在金门当兵的回忆 视同从不同的角度 谈台湾金门与中国的关系 文化部长史哲 24号也发文 恭喜金门从各国墙片中脱颖而出 代表台湾电影作品 创作能量源源不绝 而且屡获夹击